他如果真的喜欢上别人或者是他想做什么事情 我绝对不会那个制止他或控制他 当然不会啊 因为他如果一个他的心要喜欢什么东西 你怎么能够去改变呢 就改变不了了 我是有跟他讲说 如果你爱上别人可以大方的跟我讲 我不会缠着你 如果他真的喜欢上别人或者是他想做什么事情 我绝对不会制止他 他的心要去喜欢什么东西 你怎么能去改变呢 但SN在访谈中弹露自己对爱情的看法 没想到一语成谶 他和王小飞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今年3月份大S闪魂韩国前男友聚聚 一个事情可谓是娱乐圈的一个大瓜 因为大S和王小飞刚离婚不久就有了新老公 而新老公还是20年前的男友聚聚业 聚聚业称自己在听到大S离婚的消息后 就立马拨通了20年前的号码 他很庆幸这个号码没有变 等大S接通了电话 他也是勇敢说出了要和大S再续前缘的想法 大S也是很快的答应了 夫妻生活的慢综艺幸福三重奏 除了王小飞跟大S 邀请了陈建宾夫妇和福约爱夫妇 相比福约爱夫妇的甜甜甜 陈建宾夫妇最有争议性的就是打S跟王小飞这段了 说来太太的争议性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早在八年前两个人刚刚传出恋情时 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毕竟当红女星嫁给富二代这种故事 编剧都不会放过 你们很后悔渠道路啊 你们很后悔渠道路啊 而这一次的争议是在节目播出后 不少网友觉得大S做 跟王小飞的聊天内容几乎一半都是松命题 看到隔壁服人爱给自己老公做饭 而自己没做 大S就跟王小飞说 你有没有后悔娶我 吓得王小飞直接原地实话 动都不敢动 大S因为刚刚流产不久 人很敏感 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到哭 王小飞多次搞不清楚状况 看大S就会联想到台湾超甜的偶像剧女主 而王小飞就是北京胡同里凭嘴张大名的幸福生活那样接地气 大S早上起来宣布做寿司 王小飞一简直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大S 寿司做好后在餐桌上夫妻两面对面吃 大S把寿司的韩国和日本发音说反了 王小飞只是小声质疑了一下 说你说反了吧 在大S坚持自己的说法是对的后 王小飞不再说什么了 有种只要你高兴就好得无奈感 早上起床食量本来就不大 寿司利用米饭容易饱 为了让大S高兴 王小飞硬使称着吃完了全部寿司 在节目中我们看出来大S日常生活中很敏感 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 但是心地特别的好 之前捡了一只小猫咪 一只很爱惜小动物 让人觉得善良的人是最美的 回到家你就可以知道他回来 因为他是鞋子 这一只在这边 然后下一只在那边 然后一只袜子 另外一只袜子 然后这边是裤子 就一路延伸到 你就顺着这些 你就可以找到他最后在房间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王小飞说自己很想喜欢吃串 大S却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这让其他人都觉得非常好笑 喜欢吃串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我们都知道王小飞是北京人 所以非常喜欢吃烤串 大S因此妥槽 王小飞每天都疯狂的吃烤串 中午烤串 晚上涮羊肉 半夜还是烤串 弄了大S的房间 都是散不掉的自然位 而大S还私下曝光了 王小飞的特殊癖好 就是王小飞每次下班回家的时候 脱下的衣服袜子 是到处乱扔 一只袜子在这边 一只袜子在那边 衣服就可以找到王小飞 这让有洁癖和强迫症的大S无法接受 最终导致两人离婚 网友们得知这种情况后 也纷纷站对大S 称如果是我我也无法接受 好在两人分开之后 也找到了对的人 大S嫁给了20年前的初恋剧俊燕 如今两人恩爱如初 真是献杀网友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